因为我也是刚回国 然后我就在特别纳闷 老师说相识能说出五层豪宅来的 那当然了 就多霸道的一件事情 就是在不说相识之后 主要不是说相识来的 主要不是说相识来的 那到底有多少钱我也挺好奇的 还一层才三瓶 一层才三瓶 其实这个就是什么呢 因为什么呢 我参加了一档 空间类的节目 你们先参观一下好吧 真人秀他必须得上家里来拍了 我还没让他拍楼上的两套 还没拍的更好 我只让他拍 还有更大的 你放过我能打七层 我只让他拍了三层 下面已经很豪了 上面绝对超好 地下八层还没让他拍 我只让他拍了三层 拍完三层以后呢 导演哭了不想干了 那个什么 现场那个节目为什么要拍呢 人家是有五个装修摄影师 业界非常出名的 他要把你们家那个空间还原到现场之后 那几个设计师经过他们的改动 把你们家的空间做成另一个样子 所以这就我没办法避免不让人上人家拍 我不是故意的 对 然后而且做了那个节目以后呢 这个事就被放大了 这个节目播出以后 其他的媒体 而且现在自媒体时代 谁都能写一篇网上发 人老百姓啊 他有吐槽的一个需求 必须得给他一个理由和素材 然后后面呢 又上了何老师的拜托了冰箱 去了冰箱 五个冰箱 我这五个冰箱 有点过了 五个冰箱确实得解释一下 搬一次家 就要买一个新冰箱 原来的那个对开冰箱 我又不舍得中 攒着攒着攒着 建家里面就五个冰箱 还是放得下呀 放得下 还是放得下 专门腾出来一间屋放冰箱 喝一口吧 人家聊聊什么好呢 咱自己赚钱买了 怎么着呢 喝了一口吧 而且都交水 为五个冰箱干一杯